本身其实自己有很多地方要反省检讨 而且不是嘴巴反省检讨 而是有实质的动作 抨击党内内控机制失灵 前民众党秘书长谢立功开第一枪 呼吁黄珊珊担起责任 因为他是总干事 有限的资源如何去运用 我现在这个都是总干事最为关键 造成今天这样的一个结果 风险控管没有做好 那危机出现的时候 危机管理又没有做好 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非常大伤害 党内卷入政治现金风波谁知过 不止谢立功点名 过去柯文哲的核心幕僚蔡壁如 也亦有所指 那我们当时进入政治的一个初心 到底是什么 当然是希望能够感动人民 那要说要去怪谁 那一样就是要从两方面来看 这件事情的责任政治归属是谁 那谁应该要出来 政党责任那应该很清楚 应该要由谁来承担 白银不乏清算 检讨声浪 就连蓝银此刻也算起 蓝白盒旧账 点名黄珊珊应该下台 我觉得会计师的责任应该要先追究 现在他为了躲避责任出来讲一些话 他反而是自己在甩锅 要甩给台湾民众党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是 没有办法承受之重 并不是说我们甩锅给方木珍 有没有甩锅 还等检调彻查 意义理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